接著就比較argumentative一些 就是一些比較論辨式的 主要Ross提出有四種反對港重疊共識的一些 或者你可以用可能這個terms 他寫一本書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有這四種意見呢? 應該是沒有的 他先提出來 你才有人反對的嘛 是吧? 但是他寫書的時候都說有些反對意見 這個就是說他還沒發表之前 想一下會不會有些人這樣反對呢? 他就提出有四種 那這四種是嘗試加上回應的 所以都可以看成他對於重疊共識 一些反明的說明 反明的說明的意思就是說他不是什麼 就是不要誤解他是什麼 不要有誤解 OK 以下就是逐總講一講那些反對意見 和Ross怎樣去回應 回應其實就是等於反駁 reject這些的說法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這一講是最argumentative的 就是比較細節的一些argument這樣 當然這裡我只能夠深入淺出講了 我們只要是一個民間的公開的一個talk 那我盡量精簡一點去講了 OK 那我先講第一種 第一種反對意見就是將重疊共識 講到一些臨時的協定 因為你說求同傳義這樣 就是說大家算一下不要衝突那麼多了 就是德國扯過這樣 將就就這樣 一般講的臨時協定就是大概那些意思了 或者我們可能未必準確一點的 或者我們多人會明白一些就是compromise 其實等於說從你共識的compromise 大家妥協就算不太同意也好 就算了 免得這麼多了 就是這種叫臨時的協定 重疊共識不是看到好像臨時的協定 因為主要那個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所謂的重疊的 就是所謂的臨時的協定 就是剛才如果用compromise這個詞更加多了 就跟理政可以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Ross就算你說後期 理政是由於修訂也好 很多人很強調講理性的嘛 但是如果你說compromise 或者Ross用那個字眼 就是臨時的協定的時候 那可以不是理性的問題 純粹就是偶然性的 可能誰比較健碩、大力一點 人們怕了他 算了 免得有什麼事 先同意了 那變成會是這樣 但是那個重疊共識不是這個意思的 重疊共識 例如剛才我特別強調那幾套的 理論作為一個基礎 就算它們有不同也好 它們都是有道理的嘛 是不是 它們不是說因為不同所以沒有道理 不是的 因為起碼就著同一個地方 譬如說證的時候 都是會準備說兩個證不行的 這個是有道理的 他們這樣去成為一個共識 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理性去求同傳義 就不是基於一些不是理性的其他方面 去做一些的可協 或者做一些的 就是不斷以臨時的一些大家約定 不是這樣 OK 這個就是第一種的反對意見 就是Wars的那個回應和批評 第二種就是反對意見 就是懷疑論的 就是你這一種的講法就是講同別共識 講到你沒有一種的comprehensive doctrine 或者freelry去涵蓋了這一種講法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 剛才起碼說三種 不同的就是大家有很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說A 有些人說B 特別是非A 你都說打同的可以去做一個同同的協定 這個其實已經是懷疑論的觀點了 等於說沒有是非對錯 就是對又可以 錯又可以 真又可以 假又可以 所以你是懷疑論這個觀點變成不理性了 你說這套所謂同別共識 根本不是理性的觀點 這個當然從剛才第一點有點似 但是那個argue的那個point不同 或者那個quand不同 就是因為你沒有講到哪一套是最合理的 因為大家都有不同 那你真的就在同一個地方 大家都說對的 那這個就是懷疑論 或者是相對主義了 好了Waltz對於這種反對 他是作了以下一些回應的 所以回應Waltz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他這樣去講 就是不同的comprehensive doctrine 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意思就是 事實上人對價值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 而這些不同就不一定很簡單 就是誰對誰錯的 這個就是所謂價值多元論 或者Waltz之前傳統的自由主義者都說 就是所謂價值中立 Waltz在這本書就很少用這個terme 但是很多分析的書就說 今天就是講價值中立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們稍後再講 講回這裡為什麼說 他覺得這個不是一個懷疑主義呢 因為不同的嘛 你說價值多元和說懷疑論不同的嘛 因為懷疑論的意思就是沒有所謂是是非對錯的 價值多元就是可以有是非對錯 不過是非對錯可以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角度去看 就不表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角度 就沒有了是非對錯可言 比如A的角度說阿甲是錯的 和B的角度說阿甲是對的 仍然有是非對錯 不可以說A的角度說阿甲是變了錯這樣 或者B的角度說就是A的角度變了對這樣 可以的啊 這個話我實在用我自己的理解做一個比喻 或者一個解釋 當然我們有時候就說 好像沒有是非對錯 好像就是懷疑主義 或相對主義的觀點這樣 但是其實可能 建基的觀點角度不一樣的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不同的觀點角度看回 都可以有是非對錯 比如舉例 比如我講一些古今的 例如我熟中國文化中國作的那邊多一些 中國文化都是作為例子 比如說不孝有生無後為戒 這個是古代 沒有人說的 就是生不生我們的權利 我們不會說不孝的 這個不道德的不會的 但是想回為什麼古代的人這樣說呢 不生就不孝呢 可能它也有些道理的 古代是農業社會嘛 人力很重要的 特別是男性的 就是男性的力量 如果你不生的時候 沒有人力的時候 那就影響到家庭經濟了 所以不生其實是對家庭有損害 所以甚至可以說你不孝 如果你可以生你都不生 這樣好像有些道理 不是隨便說的 所以今天就是 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 再不是以男性的力量為核心 我們的生產 甚至機器可能更加重要 變成有沒有man power 玩man power多不多 已經不重要了 你這樣說的時候 都有道理說的 不是沒有是非對錯的 所以你反過來說 就是在古代是可以不生的 在現代一定生多一點 反而不合理 可以說你錯的 就算是不同的觀點角度 都可以說是非對錯 但是典型的那些懷疑論 就不是的 什麼角度說 對就行 不對就行 沒有分事非對錯 這就是我們叫做極端的懷疑論 所以Ross的澄清就是 它不是極端懷疑論 或者加上極端這個字 就是那個意思 這是其一 第二 就更加重要 就是 扣緊回 講自由主義港 扣緊回自由主義港 就是講到 就是 就剛才講戒忠立的意思 就是Ross沒有用這個terms 但是背後這個意思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尊重不同的價值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政治上 我們是不應該從上而下 就是從政權那裡出發 它規定價值只能夠是哪一種 用強力的方式規定價值是怎樣呢 這就是違反基本的一種人的自由和權利 就是那些思想、宗教那些 這個是很嚴重的損害到人的基本權利 所以反而它講的這種從業共識 就是尊重多年的價值 這樣才更加符合 所以不單止不是有問題 而且在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就是更加是好的一種觀點來的 就是尊重人的不同的看法 就是尊重人的基本權利 OK 先講這兩種觀點 或者Ross的回應 這兩種說明有沒有意見 一個補充 剛才Grevy說得很好 就是說那個多元主義和懷疑主義 是不同的東西來的 我們也不要誤解了Ross Ross是不是說什麼都可以接受呢 絕對不時 他說那個disagreement 他也要加多一個qualifier 就是reasonable disagreement OK 另一個對Ross的看法 也有很多展述的學者 Charles Dunmore 也有講過這個reasonable disagreement 的概念 所以不跟懷疑主義 很容易就說everything goes 或者是完全沒有客觀標準 其實就不是Ross的立場 不過當然有一個哲學問題困難 就是說哪些才是reasonable 就是哪種comprehensive doctrine是reasonable 哪些是真的不能接受的 unreasonable 其實這也是一個頗困難的問題 就是 尤其是來爾斯之後 後期有些讓步的 譬如說 宗教其實都可以 in some sense in some way 是可以在public forum裡面去 運用的 用一些宗教的詞語 或者是 宗教的想法 放進一個公共討論裡面 不過問題就是說 那是不是所有宗教都可以呢? 所謂的fundamental list 那些可以嗎? Ross又會反對那些 所以這個看法其實 是不是這麼 practically 或者當實際有政治問題的時候 有多少子人性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哪些是reasonable 哪些是不reasonable的情況 那些人性的問題 我再加分給Great Bill OK 好 那我再說第三、四種反對的意見 就是Ross的那個回應 第三種反對的意見 就是可以看成 就是把Ross的說法 看得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又不講原備性的理論 但是你說這套多元價值論 其實都在做原備性的理論 或者叫做政治自由主義 那就是自相矛盾 那Ross這套第三種反對的回應 相對的比較簡單一些 就是不同的嘛 所謂的原備性的理論 就是什麼都用它解釋了 解釋一切 但是這套呢 就是用部分的理論 解釋某一個範圍這樣 所以就不是我所指責的 那種原備性的理論 什麼都用了這套的理論去解釋這樣 這個說得比較簡單 那我也都覺得 其實這樣說是OK的了 就是對於第三種那個反對意見 第四種是Waltz最詳細說的 最針對性說的 第四種那個反對意見就是你說的什麼重疊共識 根本是一種純粹烏托邦的一種思想 就是如果馬斯他們的用語就是叫空想 空想主義 只是想而已 實際上是不可行的 大概意思就是你說的什麼重疊共識 港人不容易 但是做很難的 怎麼找重疊共識呢 很多東西打拗得失彩 什麼叫重疊共識 還說很理性 怎麼找出來呢 Waltz就說可以這樣回應 他分一個要領 一個綱領兩個階段去解答 就是說它是一種空想 或者叫純粹烏托邦的思想 但是它不是說不是的 很特別可以做得到的 不過就要逐步逐步做 分兩個階段 一個階段就是講憲法的共識 一個階段就是講重疊共識 憲法共識就是講最基本的那些自由啊 人權啊 那些大原則 就是憲法了著重的那些原則 因為憲法是法律的大原則 所以主要就是講回 如果在講自由主義的那些政權來講呢 就是自由 人權 什麼意思 哪些要講 限制的時候 限制 限制什麼 這些討論就是第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就是經過一些討論之後呢 就慢慢去達到共識 這是第一個階段 所以不是說你空想 因為實際上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的嘛 最初沒有所謂憲法 最後有 有都是來一步步去討論 一步步去甚至提升 越講越 可能回合我們對於人權之後的想法這樣 這就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重疊共識 就是在這種憲法共識的基礎之上呢 再講 推遠一點的 推開一點的 那些相關的 講人權 講自由 或者很正式講到制度啊 法律的簡單問題 那這個就是 特別我想 長叫就是一種議會文化啦 就是在不同的國家 他有自己的那個議會 他就是一些社會政治的問題 去展開討論 達致共識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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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有一些很practical的 一些的 你叫做程序呢 用回Ross很著重啊 跟著程序可以做的嘛 不是說只想 只想 只說這樣 做不到的 不是這樣 這兩個共識很細緻的 不過時間問題 我這裡不能夠多講 這裡講四點的反對意見 和Ross的那個回應 這兩方面 順明有沒有什麼看法和意見 暫時沒有的 這裏 謝謝你 OK OK 好 是 好了 那就最後啦 不好意思 我用的時間多了 不過可能又一邊講 大家一邊討論 無所謂啦 最後就是講到三種觀點 作為重疊共識的理論基礎 其實剛才一開始已經帶了出來的啦 不過這裡Ross講得更加細緻的 比如第一種 宗教觀點 怎樣怎樣怎樣 但是這裡它是比較簡略的 就是說 我說不太知道它宗教方面的看法 因為它這裡 它自己都講明 這本書我不多講的 可能覺得宗教的那些講法 可能被人覺得 講理性那裡就更加難講的 所以起碼這本書它是很多講的 不過它就帶出了 宗教講法 主要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比如那些歡濃原則那些 比如它就給了所謂共識的一個基礎 說歡濃這個不是那些什麼臨時協定那些 都是一些國道德反省的 對人的歡濃 大概Ross講的第一種是這個意思 第二種就講康德 這裡它也有提到公理主義 所以這一點我就記得跟瑞銘都表達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因為瑞銘覺得Ross都挺是反公理主義的 我同意TJ某個部份就好像是 很長的篇幅去批評公理主義 但是我說說差別原則 或者在這裡也是特意拿出來講的 就是說我講的政治自由主義的基礎 包括了公理主義 這裡看到它不是異質公理主義 公理主義是講智學或倫理學 作為它的政治自由主義的主張的其中一個基礎 所以這裡它反對的色彩 如果我們比較起碼沒有辣植那麼強 辣植就再批評一些 很反公理主義 講公理主義就不行這樣 但是我自己的解讀就是 至乎就起碼就在這裡 他提到的嘛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基礎 因為他覺得講公理主義呢 因為公理主義就是一些限制給了出來的 不可以怎樣 譬如這樣做就是傷害了大眾的利益 特別是人生傷害了一些 那個是不可以做的 那個是講政治自由主義的一些很重要的 Ross甚至有這個說法 這個就是第二個觀點 第三個觀點它就叫做價值王國的一種多元論解釋 用我剛才的理解其實就是講自己 政治自由主義的看法 分別就是跟前面那兩種不同的就是 他們都是一些比較comprehensive的 那些doctrine和the theory 但是第三種Ross自己那種呢 他不是comprehensive的 因為Ross剛才你也說了 他是一個原來的基督徒 這個我就不是太清楚了 Ross剛才說出來 但是起碼就是 起碼康德那個智學就很重視在TJ 我看到這樣 所以他這裏第三點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就是他是將講正義理論和相關的正義原則 真是有意收窄在講政治問題上高的 收窄在這個問題上高的 所以他那些can'ts的看法好 或者是宗教的看法好呢 在這裏為什麼不講呢 因為不需要講的嘛 不必要講自由人權那些跟你說說有沒有救贖 譬如他這裏都有鋪一些例子 或者是需要不需要講 如果康德的那些說法 什麼定義的律令那樣 那可能就軟軟了 就說定義是不相關的 在政治社會的問題上高這樣 那這個就是第三種觀點 所以他的講法我覺得是 在這個二廈講的包容性更加強 就是比在TJ的講法 因為TJ的講法是很can'tian的 雖然多了剛才講的那些什麼無知之幕啊 就是不錯狀態啊那些技術細節 但是其實主要是一個can'tian的觀點 但是去到這裏呢 就是起碼講政治問題上高的 你看到他是金龍併包的 就是特別是講近現代 自由講人權那套思想 他是金龍併包的 甚至就是功利主義 就是包容在內 包括宗教啦 這裏康德丹更加他和他早期的看法是一致啦 OK 那這個最後他那個講法啦 所以他那個講法其實不是要reject 每一套的那些藉著理論 不是這樣 就是適動性的問題可以這樣講啦 或者涵蓋性的問題 那你說宗教當然是對啦 比如說到人生異價就是什麼 人應該是得到夠熟這樣 比如說宗教很關心這些 他可以講的 不過在講到自由人權的問題上高 那這個是relevant 或者不需要講的 Warsham的意思 他不是反對宗教啊 當然也不是贊成啦 在這裡他既不贊成 亦不反對 在講到人權自由的問題上高 其他幾度都是啦 公利主也好 安德也好 或者其他自由主的那些觀點也好 他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明白的 反而是那個範圍我們著重講什麼 OK 這是最後我對他的理解啦 好 那這裡看看 阿順明有沒有什麼補充的意見 有一個問題就是 那個他對效益主義的看法 其實他應該沒有說他對嘛 不過就不談啦 那些事情不談啦 在政治自由主義的範疇裡面 是不是這樣理解啊? 他有一段情緒說是他有他的作用的 在這裏 我這裏我覺得 我自己理解啦 他可能背後就是 阿Mill那一套嘛 因為他用到物議嘛 Mill那一套最重要是 民旗權界的區分 什麼時候你政府要管呢? 就是你涉及到他人的利益 你有沒有傷害他人 那個要管啦 只乎阿Waz認為這一點是很合理的 也有很多人分 就是民族和民族很重要的一個 例如我個人自己做 又不關人事 你為什麼要管我呢? 就是民族就是民族主義者 就不代表他的東西都錯了 那當然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意思 但是他好像帶出正面的價值什麼的 這裏我看回我 先留意一下 我都失去了 你留意一下 他是正面講的 這裏我讀了兩句 這裏其實我也引了出來的 比如 公理主義是出於這樣一些理由 才支持該政治觀念的 該政治觀念就是正義的觀念 諸如我們對社會制度普遍有限的了解 和我們對不斷發展的環境的了解僅僅僅 他信一步強調對法律規則和制度規則的複雜性限制 以及在公共理性的指南中簡明性的必要 這裏應該是正面的 他不是 我不說你了 在我們廢話說一下 他不是的 他原來是對那些政治的規則 因為法律規則也有一定的作用在這裏 我自己的理解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都沒有仔細再看他講公理主義的法律 對於那些社會政治法律的制度 是有一些複雜性的限制加進去 這個甚至有必要的 他用到這些詞語這樣說 所以我自己的解讀是正面的解讀 就是我們不能夠用一套原備性的學說去排斥其他一些 反而我們是就著不同的 但又可以有一個從事共識的 這個去建立我們那套正義的理論 這就是他的結論 是 從貴彪這裏講起公共理由 這裏其實是跟overlapping consensus的規定 很有密切關係的 當然為什麼呢 就是為什麼Ross要說overlapping consensus 理由就是因為他覺得他的看法 就是應該都沒有辦法在可見的將來 我們就一些整傳結論、理論 就是comprehensive doctrine 會達成一些共識的 這個他覺得是不可能的事 當然你說Ross你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我估計都是一個很長時間的觀察 他看歷史或者看他自己的論辨的一個經驗做得 所以他就加了一個事實就是多元主義的問題 他就要想一件事 就是既然我們想尋求交點共識 就是說對於不同美好人生看法 對於不同的宗教 對於不同的人生觀的人 他們都可以達到一些他們同意的東西 可以接受的東西 這個範圍我們可以想像是一定是窄了很多的 不可能是涵緩所有的問題 涵緩什麼問題呢 就是政治的問題 剛才Greville也說了 就是我們作為公民的時候 有什麼權利呢 有什麼權利呢 有什麼責任呢 這些問題 Ross就希望找到一些叫做交點共識的東西 可以是大家都同意的 就是當作一個公民 那從這裡又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那些公民他們用什麼方法去討論這些東西呢 或者是用什麼程序去討論這些東西呢 他應該拿哪些理由出來去論辨 哪些理由是不能拿出來呢 那Ross的看法就是在一個 Politicoliberalism的探討裡面 公民其實就只可以用一個 Propriet Reset的 或者將那個Reset 收集到一個叫做公共理由 那其實這個要小心 其實Ross不是說我們任何時間都不可以用 其他Reset 不過他就有些限制 就是說在一些範圍裡面 譬如我們討論一些最基本的東西 譬如我們的權利啊 自由啊那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要用Propriet Reset OK 那我由這裡開始再繼續說 剛才Ross已經說了Politicoliberalism的第四講 我就會多說一些第六講的部分 就是公共理性的理念 那他會多集中在《PL》這本書 因為Ross在... 《PL》是1993年 1997年的時候 Ross也有另一篇文章 就是那個... Politicol... Propriet Reset We Reset 就是他對公共理性的概念有些澄清 我一家都會說一點點 但是主要是建基於在這個第六講裡面 這個政治自由主義其實是一個講座 就是Ross是一個講座 然後變成了書 那個評價就兩極一點 有些人覺得Ross是違背了他自己 或者叫做轉向 就是前期後期的Ross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 當然都覺得很震撼 都不太明白為什麼會... TJ我們才很投入的去論證他 他突然在《PL》裡面說 喂!現在我們走一個Political的Approach 為什麼這樣呢? 但是慢慢又再看 我自己也看到了一些延伸性的東西 就是說其實是一個由TJ的思考 延伸到在《PL》裡面繼續去探討的 有些東西他放棄了 或者他沒有著重多些不默 OK? 我先說了 那就不再重複 公共理由 Political reason 是什麼是Political reason呢? 這個上面好像很廢 其實也是的 不是所有理由都是Political reason 當然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哪些是哪些不是啊?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Ross說 Political reason 其實是民主的人的一種characteristics 什麼民主的人呢? 其實就是在一個Democracy裡面 practice的人 其實他們是會用Political reason 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一個民主社會裡面 你是不應該用你自己的宗教的理由 或者利用你對於美好人生的一些很獨特的看法 去論證一些東西 或者去支持一些東西 剛才我帶出一個問題 就是 什麼都不行 什麼的範圍都不能說 不是 是說對於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看到了 Fundamental justice的問題嗎? 牽涉到Good of the public 就是一些公共善的問題 或者一些很基本的正義問題的時候 我猜包括那個basic structure是怎樣 是吧? 或者包括那個正義原則是些什麼 是吧? 你要以一個citizen 一個公民的角度去提出理由的 OK? 你不可以說 喂 這個正義原則是很正義 因為他是宗教 我的宗教支持他 是吧? 不行的 OK? 因為你這樣支持他的時候 可能另一種宗教人士就說 我不是這個信念 是吧? 那我怎麼跟你在justice裡面 達到共識呢? 所以在這點上面 我們都看到 其實Ross也是想拿共識的 Ross不是說 每一切都可以 其實這個原因很大 是不會的 是吧? 因為其實他就是想告訴你 就是在這個 Huristic 或者Diversity 的社會裡面 我們怎樣可以 就這些basic structure 是怎樣建構啊 正義的原則 怎樣去建立 這些問題 我們可以找到共識呢? OK? 他的見解就是 我們提出 或者用一個public reason 他就不是一個法律問題來的 反而是一個叫做政治 就是道德的問題 政治或者道德的問題 政治問題當然我們最實際就是 喂? 怎樣大家先生活到 是吧? 道德問題其實就變成一個ideal 就是一個理想 我們的公民可不可以 向著這方面去邁進呢? 去修圍自己呢? 去教育自己呢? 如果做到的話 其實就是一些 叫做好公民 因為大家是可以互相尊重的 就算人家的意見和你很不同 或者宗教和你很不同 你都其實是 大家以一個平等的身份 大家都是公民的 這個身份 去討論或者去 去 argue 或者去 deal with 這些事情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你也可以想像 就是不可能 在教會裡面 或者在佛堂裡面 大家又是拿public reason 那些場合 其實剛才說了JSmeal的東西 就可能你要分了public和private的分別 哪些是公共場合 哪些是private的場合 不過Ross這裡就不是 完全用public和private的 因為其實教育也是public的 所以你不是說 是公共場合的地方 不是說你家裡的地方 才是private的地方 才是private的地方 意思就是說 其實public在Ross裡面的 幅度是更窄的 OK 就不是說 非private的就是public 是更窄的 那是哪些呢 就是那些involving involving 或者involving 那些叫做constitutional essential 的東西 或者是叫做basic justice的東西 有些example 比如哪些有投票的權利 很basic 因為這個政治權的東西 是很basic的 OK 哪些宗教可以被容忍 OK 不是所有宗教都可以被容忍 那怎麼判斷呢 如果有些宗教是很違反這些交替共識的 很破壞我們的public reason 或者它在挑戰這套東西 那些就不能夠容忍了 OK Ross提供了一個叫做normative的解釋 所以我們也不要誤解 Ross這個political liberalism 就是不是normative 也是normative 不過它有一個很特別的處理 就是把範圍 那現在我們這個範圍 是我們要處理的東西 其他東西我們暫時放下 或者是我不打算去處理 因為我覺得 不能夠在可見的將來處理到的 可以這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那個public reason 是處理一些the most fundamental matter 最基本的東西 就不是所有的東西 那如果他們是公民 我們有什麼論壇 在公共論壇的時候 或者是議會裏面 是吧 其實期望一些人是用一個公共理由的 不過你也留意到一個字 是ideal 是吧 最理想的 最好就是這樣 所以Ross就不要說 你這樣做一定是錯的 是吧 ideal的 是吧 有些case就一定要 是吧 如果你是說那些很fundamental的東西 那一定是的了 還有 這個更討論一點 就是說公民投票的時候 是不是都應該用public reason OK 這個很多人會覺得很難接受 譬如我投票 我自己是什麼什麼教的 我想選一個議員 代表我都是跟我同一個宗教的 那你有沒有違反public reason 你有沒有呢 你是不是都需要這樣做呢 是吧 那這裡我自己看到Ross都是 猶豫一些 有些時候他就覺得是ideal 有些時候就覺得 其實這些就不算是 最fundamental的 是吧 因為你投票的那些是legislative stage 來的 因為Ross也有說幾個stage TJ也有說了 是吧 constitutional stage 然後是legislative stage 你可能不是最basic的東西 那些人也會覺得很無所釋從 不是很無所釋從 到底ideal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做的行不行 還是最好是這樣 最好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也可以 這些都是一些大家會探討的問題 那Ross為什麼要說這個profit reason呢 其實就不是純粹是一個理論的問題 是一個關乎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OK 因為basic structure Ross也有說過很多次了 是TJ 就是說你不可以離開的嘛 你不可以隨便離開的嘛 你撐出來就在那裡 然後你死那一刻才可以走的 死那一刻才可以走的 除了取移民那些東西 不過也不是一個整傳的移民權來的嘛 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離開自己的國家或者地方 不是這樣的 所以Ross會特別對於basic structure 那個coercive的部分會留意 你coercing的時候 你就要多一些 Roral demand 不要說你離開的嘛 你對於體力就是 喂其實 那些citizen之間怎樣相處呢 OK 其實就是在說一個叫做 為什麼要享受這個propriet risk 限制住你的嘛 其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算是不同的立場 不同的觀點 都相處到的 是尊重的 OK 尊重的 OK 所以另一件事就是democracy 所以Roral就不是純粹是那種很 很 退守性的liberal 就是說 大家 國不相干 你承認我 我承認我 就OK了 其實就不是 Roral其實是一個傳統的 就是受很多傳統影響的 就是一個集大性 就是那個Rousseau 就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影響 就是大家怎樣參與民主社會 如果這件事不限制住他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更深的 就是 你不是純粹是限制你 限制你 限制你不給你用你的宗教理由 而是 反而是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 你們大家不同的基礎 就是不同的comprehensive doctrine 怎樣可以 大家都一起參與到民主 如果你這件事不限制住他 或者是 任由他去 運用的時候 反而不能運作 就是大家不能夠有一個一致性 就是不能夠說 因為Rousseau 就有一個很 controversial的idea 就是general real 怎樣產生general real 根本大家都conflict 是嗎 conflicting 大家的idea 這麼不同 但Ross這個設想 其實就是很ambitious 如果我們限制到公因素 如果我們把公因素 限制到公因素 公因素 公因素 就是公因素 去參與民主 就是我們帶著這個裝備 就是公因素 大家用公因素的時候 其實有機會達到一個 共同的 就是共同的 是可以這樣 大家是一個自由 和一個公民 所以 其實Ross這個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你退縮了 很多東西是 好像保守了 又不是的 你看看 其實它是 更加多的東西 想去 擔心到 或者想去 達致到 其實是一個 deliberative democracy 所以這個 EL是 我自己會 看多一點 就是 它多一點部分 講democracy 當然另一個 這個規評就是 可能就是 對於經濟 不平等的東西 講少了 因為TJ 吸引人眼球 可能是 有很多不覆覆的 也有很多討論 其實它的主題 有些改變了 就是 重點 有些改變了 OK 剛才也說了很多次 這個 整個project 那個 叫做 出發點 就是這個 根深蒂固 不是一個 historic condition soon to pass away 當然 轉了整個condition 的時候 Ross這套東西 完全不分效 或者是另一件事 但是似乎 現在 在這個世界 即是美國社會 至少 是不是 全世界都都是這樣 有些社會 很homogenous 是吧 它可能就不會 需要 這套 political democracy 即是 political liberalism OK 可能另一些問題 產生 那些 minority 怎麼辦呢 可能又會 出現這個問題 就算有homogenous 也有 minority 是吧 去到一個 境界 就是完全一樣的 OK 那就沒有問題了 是吧 但是 就是往往都有這些diversity 的問題 是吧 那怎樣可以排除這件事呢 排除不了的了 所以我們才要在這個基礎上 去想一個 大家怎樣可以共同生活 是吧 所以幾不同的 和TJ TJ就是個核心問題 我自己看就是一個 怎樣合作的問題 OK 怎樣合作的問題 這個TL就可能會 收集一點 是吧 就是我們 不是用那個social cooperation 來看那個可能 大家怎樣可以 add a citizen OK